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会发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部小贝就听出了这样一个消息 鱼塘十万斤 鱼苗突然消失 没想到将水冲干后 小伙急忙报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在如今的这个社会 很多人都会选择创业来发贷支付 养育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项目 这部就有一个小伙看中了其中的商机 所以就决定养育 在经过了专门的学习之后 就筹集了几十万元的资金 并且还跟当地的组织 签订了鱼塘的承包权 在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之后 他就把十万斤的鱼苗 投放到了自家的鱼塘州 小伙每天也伸在于月 无谓不知的照顾 但是没想到时间不久 等他在去鱼塘州想看的时候 却发现在鱼塘里面 竟然一条鱼都没有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鱼苗都消失不见了吗 小伙也是感到非常的疑惑 于是他就决定将水塘里的水抽干 看一下在水底下究竟有什么东西 但是当小伙抽干水之后 居然发现十万斤的鱼苗 竟然一条都没有了 反而里面有一种叫做青稻夫的鱼 在这个鱼塘里面 有着非常多的青稻夫 当初小伙投放的鱼苗 全部都被他给吃了 这也让小伙非常的伤心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待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